油罐车去装食用油 这事还被很多国外媒体轮番报道 人家都真的是一直盯着你看呢 自己的荷包鼓起来了 国家的脸也被你丢光了 最近休斯顿的飓风 我家是断电又断网 看我身后的一片狼藉 不过那是邻居家 这一来电一打开手机新闻 真的是发现错过了好多大事 最让我惊掉下巴的就是这个新闻 某公司竟然把那个拉煤油的车 还是什么化工产品的油罐车 去装食用油 这事还被很多国外媒体轮番报道 人家都真的是一直盯着你看呢 就算没什么事也要编点故事 这不明摆的给人家抓住了把柄吗 能不轮番报道吗 看得我真的是又生气 但又觉得无话可说 确实生气是咱们国内自己的人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 自己的荷包鼓起来了 国家的脸也被你丢光了 不知道大家对外媒报道这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看的是真的是觉得脸上无光 我前面有期视频讲的是 144小时的免签政策 一大批老外到中国去旅行 也是各种拍视频各种夸 现在这股中国风在国外正刮得起劲呢 就在这个结构眼上去出现这种事情 你说能不让人生气吗 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感谢这些 敢说真话的新京报记者 曝光所有违背法律 违背道德良心的人和事 这才是新闻媒体存在的意义 多一些这样的良心媒体 老百姓才能有健康的餐桌 但我看到有些网友可以说是故意带节奏吧 上升到什么国家体制上来 可什么时候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合法的了 也不用到我评论区留言什么 赶紧回国喝煤油 关于这种事情 我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 虽然我现在暂时人在国外 但我国内还有我的父母公婆亲人 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哪怕是我现在在国外 家里厨房的那些什么食品啊 酱料很多是从中国乘买的 也是从中国运过来的 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是关心这些问题 我坚决支持严查追责 中国有相令的法律法规 如果是个人问题或者是部门监管不到位 查到具体是哪些监管人员失职 那该罚就罚 该判的就判 如果是企业的问题 那就跟当年的山路一样 直接罚到不能翻身 从此再无山路 我觉得是有些人的问题 他眼里只有金钱 没有道德底线这个词 而且这些人 你平时总要吃油的吧 不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 我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外媒其实也没有必要 心灾乐祸 对这件事救助不放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 国外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例如什么 亚培奶粉事件 因为某种不好的什么菌超标了 导致了几名婴儿的离世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在网上发布信息 遭回所有有问题的奶粉 还是液体奶吧 应该是液体奶 把具体的批号公布出来 就是你例如买了这些批号的奶粉 那个液体奶 可以拿到店里去退掉 哪怕是喝完 只剩下一个空罐 烘瓶也可以拿去退款 但仅此而已 就是退款 你家宝宝喝完之后 你暂时也拿不出什么证据证明 有什么身体方面的不是呀 对不起 那也赔不了 我身边很多家庭的孩子喝的都是亚培 这事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下文了 亚培现在在美国各大商场超市 卖的都还好好的 也是没见到有什么处罚措施 还有就是那个美国的瘦肉精 在美国竟然是合法的 你们想不到吗 美国超市的鸡肉 也都是激素鸡 什么素成鸡 竟然也都被大家默许了 该买买该吃吃 平时生活中也是经常遇到 各种这召回那召回 我网上随便一收 就有很多的在海外的热心网友 好心分享来告知大家 需要召回的一些食品 例如这个没发生多久的 就在今年的5月23号 这个匪急的矿泉水 召回7万多箱 说是猛含量 还有另外三种细菌超标 割了会造成神经损伤 还有这个有机牛奶细菌超标 还有这个鸡肉被查出 是打药的鸡 还有这个白芝麻是 沙门氏菌污染 还有这个苹果泥是 严重千超标 这可是小婴儿吃的食物 还有这个品牌的 燕麦奶 杏仁奶 还有这个冰淇淋蛋糕 这些招呼也是因为 已经引发了 食原性疾病的爆发 而且已经导致了26人患病 23人住院 而且在加州 加勒夫因亚州和 德克萨斯州 各有一人离世 这些大型食品企业出现问题 只是听说召回而已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赔偿 消费者 或者是对企业进行处罚之类的 但最后话说回来 关于这是国内出事的这个食用油 这个品牌 大家你不买 我不买 看谁以后还敢停而走险 而且现在也不像以前 现在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看到后 拿去手机 就可以曝光扩散 保护餐桌 我们人人都有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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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